是不是 講下去 小兒歌 我還記得有一個年輕男性 然後掛了急診 他是因為自己用一個尖銳物 就往肚子搓 大概搓了三 搓自己 搓了三 那為什麼搓呢 其實他女朋友跟著來了 那為什麼 他就說 他可能坐了什麼時候 他女朋友不開心 那女朋友就不理他 那不理他為了這個贖罪 還是怎麼樣 我要自己懲罰自己 就隨手拿了一個尖銳物 就 那醫生就慢慢慢慢 就把這個東西拿出來 因為看起來沒有很深 那拿出來的時候 醫生接下來的判斷 就要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 他有沒有穿刺到腹膜裡面去 如果穿刺基本上要手術 如果是刀子的話 像這種傷口基本上 我們如果說超音波 斷層看起來 如果有進去 基本上我們就要剖腹探查 因為已經有傷口了 就沿著刀傷 把那個傷口拉大一點 看有沒有穿破腹膜 穿破腹膜基本上要打開 檢查肚子裡面 如果沒有到腹膜去的話 大概清洗一下就關起來 可是它是一個很小的穿刺傷 醫生拿出來看看 它這個深度 我看看它的體型 可能也未必會穿刺 可能在皮下脂肪那邊 好 先做超音波 確定沒有出血 可是超音波沒有出血 可是另外一個是怕 腸子會不會穿破 腸子穿破 不管你是大小 基本上就要手術 那總要不然超音波看腸子不準 好不好 做斷層掃描 斷層掃描回來之後看 基本上沒有空氣外露 就認為說可能沒有穿破腸子 我們就觀察好了 這個動作本來是希望 取得女朋友原諒 真的有效 女朋友整個晚上在旁邊 就會一直 幹嘛這麼傻 我又不是 我又不是真的生你的氣 對不對 你不要做這種動作 我怕擦槍走火 我們在觀察室觀察的時候 我們護士就要一段時間 去量血壓 去測量生命徵兆 血壓就有一點往下掉 肚子痛不痛 就痛 再做茶雲波 就發現茶雲波已經看到 有一點水在裡面 什麼水 一定血水 一定血水嘛 看到位置大概也不像吃到肝 也不像吃到皮 因為肝臟 皮臟是怕穿刺之後 出血最快的地方 醫生就講說 你這個我們會建議要剖腹探查 就是要開進去了 因為裡面有出血 有算血壓在掉 結果一聽的時候 他女朋友聽的時候 你的師兄你剛剛不是講 還穩定嗎 對不對 結果他後來怎麼還是同意 進開到房間麻醉 就肚子要打開 就一打開之後 聽起來確實有穿刺 只不過穿刺呢 我們知道我們腸子 上面蓋了一層油 叫什麼 叫大網膜 大網膜就是很厚的一層 脂肪保護腸子的 那大網膜上面會有一些血管 不是很大的血管 他剛好那個 刺到大網膜上面一個血管 那個血管就在那邊 慢慢慢慢噴 運氣太好了 運氣還算好 打開進去之後 把那個血管給他綁起來 清洗一下 關起來 所以本來可能只是想要表達 一個懺悔的動作 結果肚子留一個 這麼大的一個殘口 所以剛才這個是 有些是要跟人家打賭的 然後有些是為了面子的 那我們今天看 還有沒有哪一些病患 他想法是跟人家不一樣的 意想天堪的生病處置方法 就讓醫生一看 怎麼會有這種事 以前遇到過一個 三十幾歲的一個女生 她是因為 來給我看病 那這個潰瘍性大腸炎 就是說我們的免疫 它是一個免疫性疾病 那我們這個免疫細胞產生錯亂 會去攻擊自己的腸子 所以腸子就會有 發炎 潰瘍 出血的這種情形 那她的病人其實滿可憐的 她剛才來看我的時候 每天大概要 三四十次 給它造成非常大的痛 真的不能割 那她就 我現在又不能工作 然後也不敢跟我朋友 出去旅遊 對 我真的是 看到整個大腸要割掉 我就趕快跟她解釋 其實我們的大腸 還是有它的一個功能在 當然 它會吸收水分 電解質 她如果真的把大腸割掉的話 那她一輩子 大概每天都是大便 都是水水的 糊糊的 那即使做了人工肛門 其實也是 很可憐 我也反問過一個 那個她沒有那麼多次 但她一天也十幾二十次 然後她就很好笑 然後都會跟她的員工說 你們知道 你們老闆最重視的地方是哪裡吧 他們都說廁所 對 她說對 那就是我第二個家 陳醫師呢 我們聖三科有一種遺傳性的疾病 叫做 字體顯性多囊腎 我們就簡稱多囊腎 然後這種都是 男生女生得的機會是一樣的 那你得到的話 有 有二分之一的機會 那這輩子就要洗腎 那我就碰到一個病人 他爸爸跟他哥哥 都因為這個 都因為遺傳性的多囊腎 就已經他開始洗腎了 可是這個小朋友 他二十幾歲而已 他已經診斷出來 他也被遺傳到多囊腎了 但是其實他是屬於清型的那一種的 就是我判斷他未來 他要走到洗腎的日子 應該還有四五十年 應該沒有那麼快 但是其實他水泡多的時候 他有個問題 他的水泡偶爾會破掉 那一破掉的時候 他就會血尿 然後有時候那個 他裡面又有結石 又有結石的問題 他就覺得很煩 他就覺得反正多囊腎 到處都一定要 都要洗腎 那算了 我現在放棄了 因為我就覺得 我常常有血尿 又常常感染 我腰又會痛 我乾脆把它切掉算了 對 那其實他一切了 他就馬上得開始洗腎了 那我跟他說 你這個腎臟好好保養 你還有幾十年的時間 不要那麼地快 那當然我們有一些病人 已經在洗腎了 就是他腎臟真的壞掉 已經在洗腎了 但他的腎臟還是一直 無限制地一直長大 他可以大到真的跟大西瓜一樣 整個在肚子裡面 那真的就要開刀 把他腎臟整個摘掉了 但這個是良性的疾病 但是我們有一些病人是 他可以長得非常的巨大 跟懷孕的人一樣 但是他的生功能還是好的 不過我勸了老半天之後 他想一想 真的 為什麼 對 他沒有醫生願意幫他切 後來他就消失了 聽說他要跑去別家 更大型的醫院 要再去找人家幫他切身這樣 真的 他就很執著 站在這個地方 對啊 但是我相信 沒有人會跟他切 對啊 而且我還碰過一個 更奇怪的例子 不然他去中國會有人用偷的 那個偷的沒人要 那麼大顆 因為他們不知道 他那麼大顆 還以為賺到 對 因為我錯了 對不對 那麼大顆就好 你還敲一敲 賣多一點錢 而且我現在碰過的更極端 那是他被診斷出來 他有 然後他就不曉得怎麼想 他覺得塑尿管結石 要開刀 然後打正波之類的 他覺得他沒辦法接受 他突然就意想天安 他覺得他自己 可以把這個結石給取出來 然後 對 結果他就幹了一件 很神奇的事情 他竟然就把那個變壓器 就我們那個手機 充電那個變壓器 他竟然可以從那個陰莖 整個這樣塞進去 什麼鬼 他很厲害耶 什麼鬼啊 直接塞到膀胱裡面 就直接塞到膀胱裡面 塞到膀胱裡面 然後產品接個手機 我用手去滑個A 我可以把這個東西充掉 真的意想天安 不過有時候會懷疑說 到底我們現在的醫療 這樣子拒絕 是對的還是錯的 就是說有時候有一些醫療 可能現在認為是錯的 可是搞不好以後是 認為是一個對的治療 都有可能 那我記得以前 大概在十幾年前的時候 我那時候有一個醫師 就是說曾經 因為病了那個骨盆腔發炎 他就剖部探查 那探查的結果以後 就發現說 他兩側的那個疏軟管 水腫的非常厲害 那他當時就下定一個決心 就是說因為水腫的離療 他就把他兩側的 數碗管都切了 那切完以後 當時病人就告他 說 這樣 可是對於醫生來講 他覺得說這個 已經是水腫的數碗管 以後是沒有辦法去懷孕的 是 那後來這個關係 也纏鬆了很久 可是現在我們對於 不孕症的治療裡面 我們就會針對這一塊就是說 如果你要 關心兩側的數碗管 水腫已經不通 我們就會建議 病人直接做四管嬰兒 那在做四管嬰兒的當下 還要把這兩側 已經水腫的數碗管切掉 因為它可能會產生 有一些毒性物質 讓你的 就變成是一個標準的 一個治療的模式 是 那我有遇到一個病人 他是比較特別就是說 他那時候在美國 然後就是因為得了乳癌 早期的乳癌 那美國他就幫他 做一個基因檢測 那檢測以後發現說 他這個是一個致癌性的 就是說很嚴重 以後可能會卵巢癌 相關的癌症的機會 風險很高 所以他就回來找我 那為什麼會回來找我呢 是說因為他以前 曾經不孕症 來給我看 那我就幫他 也做了四管嬰兒 然後就懷孕生小孩 那他在回來找我的時候 當下我就記得說 你那時候跟我講說 希望詹醫師 你多幫我一下 我希望趕快有孩子 我說為什麼 他就說 因為他從小 父母親都是很早 在他國中高中的時候 就死掉了 所以他變成說都是 等於是就是親戚幫忙 在帶的一個小孩子 他很希望自己有一個 一個完整的家庭這樣 那他跟我講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突然想到 我就問他說 那你當時還記得 你的爸爸媽媽 是什麼原因死掉這樣子 後來他就是 去問了他姑姑 那他姑姑說 就是等於 好像跟這個基因都有關 那他就說國外的醫師就 再回去跟國外的醫師 討論的時候 他就說人家那個明星 Angela都已經切掉了 就代表說這個是很惡性的這樣 所以後來他再回來看我的時候 他說他就說 有沒有遇過什麼 異想天開病人的那個狀況 讓大家傻眼 這個案例還滿有意思 這個案例是有一個女生 她到醫院求診的時候 她是因為 然後她發燒不明原因 因為沒有上呼吸到症狀 然後她就剛從中國回來 沒有很久 大家就是如臨大敵 可是我還是問診的當下說 那你除了這個 就是這個發燒之外 有沒有什麼其他的症狀 因為他們抽血就發現說 他那個好像 看起來就是有點感染的激狀 那到底有沒有其他的 你身上有沒有什麼傷口 或哪裡不舒服 有沒有什麼感覺 他自己才吱吱吱吱說 我不知道有沒有關係 但是喔 然後就給她看掀開 就是她肚子上面 她肚子就是 有一個地方就稍微有點凸起 但是很明顯就看到說 那周圍已經這樣紅紅的 然後她就說這是什麼 她說因為她本來 就是有一點年紀 然後大概是更年期 然後她有一些更年期症狀 也不舒服 那再這樣她覺得年華老去 那一般人不是都會吃胎盤素 或者是打胎盤素 或者是什麼嗎 她是直進去一個 她的組織 聽過 誰的組織 就是那種胎盤組織 就是直在皮下 趕快把她 她說而且你這個局部 看起來就是已經感染了 趕快把她切開了 拿出來 她就說真的有一塊 怪怪的東西在裡面 這個也太妙了吧 笑話 這一欣 睡一個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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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